2月18日 对世间要有感恩的美德 对生活要有勤俭的习惯 对物质要有知足的修养 对他人要有喜舍的不失 身外的宝再多 不如心中的一念之足 感恩之心 真正的宝藏就是我们的心 心中有人 人就是我们的宝 心中有天地 天地就是我们的宝 心中有道德 有慈悲 慈悲道德 就是我们的宝 就算无前 无名 无权 无畏 有心的人 无 还是心里的宝 心中有佛 有法 有僧 有真理 心中 旧有宝 心中 无贪 无称 无吃 无爱 一切 无量 无边 无穷 无尽 也是宝啊 汉朝的杨振 当他为官的时候 有个人 有求于他 就趁着黑夜 送了千两 黄金 给他 杨振 不受 宋者说 没有关系 并无人知道啊 杨振 说 天之 地之 你之 我之 怎么可以说 没有人知道呢 贪心 是永远 无法满足的 所谓 买得良田 千万倾 又无官职 被人欺 七品 无品 游贤小 四品 三品 仍贤低 一品当朝 为宰相 又献称王 坐地时 心满一族 为天子 更望万事 无死其 世间上的金钱物质 是有限量的 可是欲望 却是无穷的 贪欲的人 即使金钱再富有 都是富贵的穷人 唯有知足常乐 回归自然的简朴生活 才算富有 所以贪欲是贫穷 不贪为富 不贪为贵 不贪才是宝啊 闻思修 身外的宝再多 不如心中的一念之足 感恩之心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